好你个叶臣 不错 你是给了我骨髓救了我一命 可你入住我张家这一年来 我是怎么对你的 经常给你打钱花 带你买名牌衣服 还给你打了一笔巨款 让你给你父母买房子 而你呢 吃喝嫖赌样样都来 动不动就伸手管我要钱 有时喝醉了 还啪啪啪 啪啪啪地打我 畜生 就凭啪啪啪地打人 你就该死 这家伙太不是人了 张小姐感恩他 对他那么好 可他却不懂得珍惜 还跑人家店铺门前来闹 简直诸狗不如 女儿这招感情牌 打得实在太漂亮了 我女儿命苦啊 我多次让我女儿 与这畜生离婚 她总说为了那份恩情 她愿意去包容这畜生 结果这畜生 常常拿自杀威胁 我女儿给她钱 终于我女儿忍无可忍了 决定不给她钱了 就有了这畜生 几天前自杀仪式 这畜生简直该死 这样的畜生 就应该让她去死 说经常给我打钱 那么这一年来 你一共给我打了多少钱 我怎么记得打了多少 大概多少总知道 少说也有三五百万 我个人名下总共开了 两张银行卡 这里有两张银行卡 这一年来截止到 前天的全部流水 你们随便看 我看看 这件行流水也太少了吧 是啊 这张公行卡虽然有流水 但单笔最大的 也就三千块钱 而且一整年下来 进出的流水 竟然不超过两万块 张小姐 你不是说经常给她打钱花 还给她打了一笔买房的巨款吗 这 我是给的现金 哈哈 刚才还打款来的 现在又现金 牛头不对马嘴 脸被打肿了吧 张倩廷想反驳 结果发现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 因为根本就没给叶晨打过一毛钱 我与张倩廷是大学同学 也不否认是我死皮赖脸的追她 一年前张倩廷确诊出白血病 而我的配型刚好合适 她怕我不给她骨髓 知道我喜欢她 就让我去跟她领证结婚 可是做完骨髓仪之后 他们一家就不把我当人了 甚至饭桌都不让我上 放屁 你放屁 我一家一直都对你很好的好不好 四天前 她分手的富豪男友要和她复合 我不同意离婚 他们就给我一阵鼓打 更可恶的是张天宝这个老儿子 挣了一瓶农药给我 我一时想不开就吃了下去 你娘的狗屁 老子什么时候给你农药了 她含血喷人 我行医救人 怎么可能会去干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她没有含血喷人 这不是天宝大药堂的朱总管吗 老朱 叶晨所言句句说是 她非但没有张小姐所说的 吃喝嫖赌那么不堪 反而非常勤奋 任劳任怨 经常半夜三四点就过来帮忙药卸货 至于那瓶农药就是张掌柜让我去买的 她不是人了 张家妇女简直亲瘦不如 我算是看清天宝大药堂老板丑恶的嘴脸了 再也不去天宝大药堂买妆药了 老朱 你你你 来呢 路人和东崇夏草买来了 记者何在 刚揭开张天宝妇女丑恶的嘴脸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揭开张天宝丧良心的行为 记得上新闻时 给我打个马赛克哦 完了 这回完了 这狗日的连记者都安排了 只要我身败名利啊 ż稳 or 直接刀掉了 点握